吴蕾美丽的妻子上镜 吴蕾在西班牙搬了新家 住宅温馨豪华 又低调北京时间 2021年12月27日 星期一消息 圣诞节在西方 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目前在西班牙人俱乐部效力的吴蕾 也晒出了自己和家人过圣诞节的画面 吴蕾说 搬了新家 两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房间 圣诞节 难得慢下来的日子 我们也在家里为孩子们布置了圣诞树 带他们感受巴塞罗那的夜景 在吴蕾的拍摄中 吴蕾的妻子终加倍也上镜了 美丽的妻子是吴蕾的嫌妹主 前些年吴蕾在上岗效力时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进入球场给吴蕾加油 小家伙被场内的气氛吓哭了 非常可爱 而这些年吴蕾在西班牙打拼 妻子也陪伴在身边 有了妻子的支持和照顾 吴蕾踢球有动力 无论是顺风顺水的高光时刻 还是遇到坎坷的低谷 有家人陪伴就能顺利度过 如今 吴蕾在西班牙的住宅 看上去很漂亮 豪华而又简约 吴蕾的妻子正在布置家务 安装圣诞树 给家里增添气氛 吴蕾的孩子们在海外成长 也都有了自己的房间 2019年亚洲杯时 吴蕾肩膀受伤 但即便如此 吴蕾还是在随后加盟 西班牙人俱乐部 并开启了西甲征程 彼时28岁的吴蕾正直巅峰 进球不断 随后两年 吴蕾有和球队一起降入西医的遗憾 也有重新打回西甲的喜悦 有攻破巴萨球迷的激动 也有长时间进球荒的击破 期望吴蕾在未来的岁月里 不仅能在西甲比赛中 进球不断 同时在卫国足征战中 也能有好的表现 同时 也期望吴蕾能够多一些时间 和家人待在一起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